大除了亮仔之外 因为我的性格呢就是 谁来找我都给点钱 谁来到最后全都没了 后来发现还是钱给 交给老婆管的最好 我请教一下 从你的现在经历来看 刚才开场白的时候也说过 你基本上就是一个企业创了 那最后呢又离开了 那我就想问 这是你这种人生选择呢 还是据现在的一个实施招英雄 我不同意你的意见 第一金山其实我没离开 当时金山在92年呢 是跟北大合资 搞了一个方正控股 但是后来到了95年的12月 我们上市的时候 就是北大后来就发现 金山在这里面拿太多股份 再把求国军的软件 这WPS的分出去 是这样子的 分出去当时我就跟求国军讲 你呢就认真做 我这个股份本来是百分百 我们家族的 像50%是你的 完了我还会给钱你 只要你不要拿这个钱去泡妞 多少钱我都给你 所以呢它发展到现在上市 其实我没离开 我这本身的做事 做生意的这么年 我比较喜欢这个叫做 加肥 就是那个亚马逊的老板的 的理念 股份大小不重要 我希望我整成的公司 请最优秀的人 给他们股份 虽然你是大股东 但是一切决策权 是他们去做 完了就按照这个结果 来看 那你就很舒服了 所以你看亚马逊的 这个老板整天在 在巴西啊 在哪里啊 跟美女跳森巴舞啊 她的工作都做得挺好的 我讲几家陈宗蓉刚刚叫他这个周伯通 其实有点像啊 虽然辈分很高 但是呢 具体的教务呢 他不管 具体事务不管 只要这个全真教光药门没了 您作为老大还是很幸福的 虽然我在金山的股份 不是最大股份 但真正的如果要在 讨论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都是 在一起是为了把公司搞好了 不一定要拿来股权投票 如果动到股权投票的时候呢 这家公司呢 就是有点问题 就合作回家去了 这是我们东方人跟西方人最大的差别 是的 我听说您曾经有两亿元投资联想的机会 后来为什么没有做成这件事呢 当时是这样子的 也是这个联想在最困难的时候 它的股价非常差 就是各种问题 它这个北京的还没合并 那我呢就找 我那时候是很傻 刚上市 我说干脆 我跟王老师说去收购刘团志吧 王老师说你神经病 我说哎呀开玩笑 我去找刘团志谈 说是能不能合作了就是了 因为我们当时非常好嘛 他说不行 但是呢他就说呢 如果是你愿意 三全龙你的人很好 你可以让你个人投资 但是让北大投资 因为科学院跟北大 两个体系不一样的 根本不可能的 那我也很想投 但是我去找回这个某些领导 领导说你既然做方证了 你在个人投呢有点不合适 后来下面就讲了 我就没投了 我再请教下去 你那个金山软件啊 历史十多年啊 十八年 那么最近才香港上市 那当然这个是财富大家争论 但这一次上市的很大一个亮点 是网络游戏 没错没错 这里面是不是说明 这个决策呢 是不是你决策的 第一个就是不按网络游戏转型 对吧 所以这有两个问题 是其他 一个你对中国的软件产业 对发展前途怎么看法 对对 第二个对网络游戏的发展 是怎么看法 这个你这个问题非常好 第一个我先讲第一个啊 中国做软件呢是很惨的 我不是说这个年轻人不要去做 因为这个盗版太多 对 你想想看我们这个 这个软件 从这个金山做的 WPS开始 到OBIS都给人家盗版 那盗版很难赚到钱 做大 那当年提出做这个游戏软件的时候呢 因为金山当时做那个单机游戏 就在那个PC上的游戏 是做得最早的 就自己实力的 但是做这个游戏软件呢 是球国军跟这个雷军 主要是雷军坚持要做这个网络游戏 我们是为了用这个来赚钱 来养这个这个软件 到今天为止 我还相信软件产业是有前途的 随着这个经济发展 而且人们的这个法力意识提高 是这个软件还是有得做的 所以不是说哪什么赚钱就赚 如果是什么赚钱 那找我84年到中关城 找去做房地产了 做股票 那赚的更多了 您看您专心长期做的一件事情 除了金山可能就是方正了 而且其实在方正您做的事情也很多 所有的方正海外公司 您都是董事长 它所有的海外业务 其实都是您一手打拼起来的 那能不能也跟我们说一说 就是比如说在中国做生意 和在东南亚或者其他美国加拿大 有些什么样的不同 国内呢现在还是比较刺激 机会比较多 但是在西方国家呢 你要去创业确实是比较难 这是我的感觉 那除非你是做那个 Internet的 或者是在那个 特殊的 你有什么特殊技种的 比如说你发明什么专利啊 什么东西呢 你来做可能是好一些 我们刚才就听到介绍 也是说您只有高中毕业 但您一直在海外的各个国家 游走各个国家 而且做的都非常成功 那您这个高中毕业 海外的各个这个 包括管理也好 包括市场的开拓也好 可能都需要一些 这个包括语言啊 各方面的支撑的 那您是怎么做的呀 我这个优点就好 我不懂得管理 但是就是管理 那我就找人 而且呢 就主要是找一个总经理 完了就他去发展 我们没有派任何人的 我们96年成立了日本方政 当时是一个人 是我的翻译 我的叫管强红 当然 现在我们有一千多人 那主要也是靠他 我不懂得管理 他去找这个管理 完了来做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很好奇 我总感觉好像您基本上 与人都很输 总是能够在合适的时间 合适的地点 碰到合适的人做对事情 可能是这样子 其实呢 我也觉得最 他们三位本事比我大多了 包括你在内 但是呢 我有一条 我的本事很大 我看人 我看人看得很准 而且我觉得这个人呢 我会发很多心情去看他 这个人信不信得过 比如说他首先是要 这个人很诚信 你信得过 第二方面 你看做什么事 比如说英特线 他要对这个英特线的支持 他是要很懂得 那第三 那当然要像我这个 长得比较亮 那我老大 所以我听完 这个亲和力 他最主要的 他也需要这个 他也有亲和力 完了他有这个领导财人 能把这个 这个公司能组织起来 那长远我就会跟他合作 我那个 我投资从来不管 不刚才讲呢 只要我投资 只要我只要看好他这个人 他在坚持 就这样呢 很多人说呢 ID级的全小哥说 张强龙这么傻 那么十几年金山没回报 你还在那边坚持 我看好 雷军求过军 我就看好 但你刚才说 你这优点都有 但我还是很纳闷 你怎么有可能 自己说试能很明 当然一个有天生的 但很多还是要 考后天培养的 因为你首先 对一个行业不太熟的话 你用一个人 是需要时间考验的 忠诚度 能力 不是说三天两头 就能 马上就能决定的 所以我觉得 对你这个时间观念 我就有点不太赞 你说你自己不太懂 说我脚能来做 需要时间 对 你讲完了 讲完了没有 所以说 我能提死了 第一 我不做 我不懂的行业 OK 我现在在做的呢 刚才讲的 包括马来西亚 包括西亚 都全都是做这个 这个报业的 那我已经很熟这一行了 虽然再笨 再撒住了这么多年 肯定行的 第二 就刚才你在讲 这个看能 这是最重要 这个人呢 这个所以我经常 香港媒体也问了 这个看能是最重要的 你必须 在很短的时间 你要看清楚他 你不能说看十年 那你不用看这家公司 太强了 是啊 一定要很认真 就是我经常跟这些大学生讲 这个就是跟看老婆一样 看先生一样的 那你要看认真的 这辈子都给他了 所以看能 你一定要花很多时间 去认真看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把所有的 你这一生当中 单底赚钱的 最多的是哪个